誒!我是幽默鳳翠串的洋光開洋草外洋藝物雙圈的帥氣大哥哥 喊尼克西魯金城武!大家好啊! 歡迎回到我們的一丟二零四五七喔! 各位!那還記得在上一集的時候 我們跑去找了一個新的終界祭壇喔! 主要原因也是因為我們每次要去祭壇修我們的裝備 都要花非常久的時間飛過去啊! 那我就在想乾脆我們找一個離我們這座島比較近的祭壇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飛比較短的距離啦! 不過不過後來我發現一件事啊! 其實我們飛過去的距離好像也就是這麼縮短一點點的時程而已 四神五路就是欸沒什麼用喔!哈哈哈! 欸不過至少稍微簡短一點啊! 那之後我們再來看看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式 可以比較方便讓我們去修裝備吧! 目前能想到的方式應該就是經驗品了啦! 不過經驗品又要自己想辦法去刷喔! 如果各位有什麼方式啊! 比較方便去刷這個經驗啊! 去修裝備的話也可以在你面下留言告訴我啊! 或許大家會有什麼比較厲害的方式喔! 那麼今天呢是12月24號欸!也就是聖誕夜啊! 沒有錯!既然都要聖誕節了! 我們當然是要來換上一下我們的聖誕節Skin啦! 那今天這一集啊!我們就會穿著這一套聖誕節的服裝喔! 那為了不要擋到我們的Skin啊! 所以我們裝備就不穿了! 不過至少要穿個鞋子啊! 因為我怕摔死!哈哈哈! 那今天這一集既然是聖誕夜啊! 當然我們就是要來做一些有關聖誕節的事情了!對吧! 那今年的聖誕節啊!天蛇又有幫我們伺服器啊!蓋了一個新的聖誕村啊! 沒有錯!今天這一集我們就是要來參觀一下這個聖誕村喔! 那如果各位喜歡加冰啊!喜歡看到這個系列! 喜歡看到玩這樣的多人生存伺服器! 不要讓可以幫我在面下訂個讚欸! 也可以都跟我說你喜歡加冰系列喔! 如果各位有希望看到玩什麼樣的地圖、模組生存 或者是做些什麼樣的事情的話 都可以在面下留言告訴我喔! 好啦!那我們就動身前往這次的這個聖誕村吧! 那因為聖誕村啊!離我們這裡也是蠻遠的!所以我們要走這個地獄門喔! 欸!如果不走這個地獄通道的話我們路程喔!要多好幾倍喔! 那我們就先飛去找我們的地獄通道吧! 這一次的這個聖誕村啊!也有做了一個地獄門啊!連接我們的地獄通道了喔! 這一次這個聖誕村啊!其實好像從很久之前啊!天蛇就開始在蓋了喔! 一直到這一陣子啊!這個聖誕村才開放喔!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這個通道啊!應該會非常明顯! 喔呦!有了有了有了!有沒有看到這條路? 欸!旁邊都是這個聖誕樹喔! 從這個地獄通道這樣過來啊!有一條專門到這個聖誕村的路! 那這樣走過來呢!我們就可以到我們聖誕村的地獄門啦!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啊!聖誕村的位置應該也是在重生點的附近啊! 在重生點附近一個冰的地形上喔! 喔!這邊有個天蛇的頭顱啊!祝你逛的愉快! 這個地獄門啊!整個外型是一個禮物盒的感覺喔! 然後後面有一隻兔子啊!然後還有蓋了一些這個拐杖堂喔! 好啦!那我們就走進地獄門來去看看吧! 來了來了!傳送過來了! 那我們先打開小地圖來看一下它到底在哪個位置喔! 我們重生點是在這個位置喔!所以是在重生點的右上角這邊 距離我們這個幽浮還蠻近的!然後這邊就可以看到有這個聖誕村啊! 喔唷!非常非常的大耶!你們看看這個大小!這樣對比的話跟重生點其實差不多了耶! 而且旁邊這邊好像還有個賽道的感覺喔!等等我們可以來去看一下! 那我們這樣走進來呢!這邊應該就是入口的建築!有一點拱門的感覺喔! 然後沿著這條路走啊!就可以進到聖誕村裡面了!喔!這邊有一個Alan的頭顱是不是! 你知道為什麼我這麼想要退伍嗎?因為我當兵太久了! 唉唷!有夠冷的天啊!謝謝你為北極熊盡了一份心力喔! 哈哈哈! 哇!這個聖誕村各位有沒有看到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是說啊!天上這邊有沒有看到有個雪橋喔!然後巡路把它拉著走! 那這上面應該是有東西的喔! 來來來!我們先降落到這個雪橋上! 欸!有沒有!又是我們熟悉的聖誕老人!欸我怎麼掉下去了! 欸!又是熟悉的聖誕老人啊!之前我們上一個版本也有見過他喔! 來來來!看看我們這次能不能成功降落在那個上面啊! 應該是可以的吧!應該沒有很難吧! 對吧!慢慢來!應該可以的! 唉呀!所以非常的完美喔! 然後後面這裡有出物箱喔!裡面有個每人先拿一盒的禮物! 這個是聖誕套組喔!那我們就拿個一盒喔!然後來看看這裡面是什麼樣的東西吧! 這裡面的話有喔!皮革帽!皮革衣!喔!就是皮革套裝嘛!然後還有一大堆甜莓!然後各種的旗幟喔! 然後這邊還有禮物盒的頭顱喔!然後還有蛋糕以及烤火雞! 喔!那既然他有送這個衣服啊!我們就把它穿上看看好了! 喔!他這個衣服就完全就是聖誕裝欸! 哇!單照模板還可以這樣玩!欸!真的超讚!真的超讚! 各位看我現在身上完全就是聖誕裝啦!我們這個skin沒什麼用了! 哈哈哈!直接被蓋住喔! 喔!然後我發現這邊還有另一個章魚的熱氣球喔!哈哈哈! 然後從這邊看的話還可以看到這邊喔!有一個肉醬的這個罐頭喔! 然後另一邊這邊的話還有一個非常大的竹竹在這喔! 底下這個聖誕樹喔!旁邊有一個有點像燈光秀的感覺! 這個應該是用這個水晶弄出來的! 好啦!這部分應該就是我們肉醬的黑科技了啦! 然後底下應該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這個賽道喔! 這應該可以賽冰船! 那有沒有注意到啊!賽冰船這邊啊!有好幾個特別的小雕像喔! 像這邊呢!這個是汪汪喔!然後上面這個應該是阿洛還有他養的貓咪! 然後另外這邊這個呢!這個水晶球啊!其實是上一次我們的聖誕村啊! 各位還記得嗎!上一次的聖誕節啊!我們蓋了一個非常巨大的水晶球喔! 然後後來他們就在裡面蓋了一個聖誕村! 這個聖誕球啊!就是上一次聖誕村的縮小版喔! 然後再來我們腳底下這個是一個熔原兔吧! 哎呀!這個就是雪野鷹啦!哈哈!雪野鷹的雕像! 旁邊這個應該是海豚還有腳毛喔!我來看一下! 喔!這個真的是非常的勾姿啊! 然後往這個方向看!有沒有看到!哈哈哈哈! 是我們的雕像!這個雕像應該跟我們蓋的啊!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然後上面多了一個這個帽子喔!然後旁邊這邊過來啊!就是沿著這一片湖的街道喔! 然後一直到這邊!喔呦!又有另一個雕像!這個應該是巴巴喔! 好啦!那我們就飛下去來看一下每一棟房子裡面有些什麼! 啊啊啊! 對齁!我沒穿教室! 哈哈哈哈! 好!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 我有不死圖騰吧! 問題不大!問題不大!哈哈哈哈! 還好手拿著不死圖騰喔! 那我們就從我們入口這邊啊!第一間開始來看齊吧! 欸!等一下!這邊! 這個是尼亞斯嗎!欸!尼亞斯!尼亞斯! 過來!過來!過來! 喬他! 喬他! 哈哈哈哈! 沒想到你也在這勒! 哈嘍哈嘍! 哈嘍哈嘍! 喔!看來這個也是今天來參觀的啊! 因為今天其實是我們這個聖誕村第一天開放啊! 大家就立馬來參觀了喔!哈哈哈哈! 那這一間呢是有點像是染色鋪的商店喔! 這邊啊有各種十六色的物品啊! 像是這些床啊!沙子啊!羊毛啊! 然後後面還有幼腦喔! 然後有沒有注意到我們之前蓋的地圖會也都在這裡啊! 像這個是我們之前蓋的這個猴子地圖會! 然後還有我們的瑞克瑤喔! 欸!這裡還有一隻彩虹羊!哈哈哈哈! 好啦!那最近看完了我們就來逛下一間吧! 下一間這裡的話! 欸!為什麼會有一個我的頭顱!哈哈哈哈! 喔!這裡還有娃娃的頭顱!這裡還有阿洛的頭顱! 好!這間是一個人偶店喔!那這裡應該會有我們所有人的頭顱! 然後這傢伙我發現他的名字不大對勁! 而且為什麼會有一個我的頭在這邊? 為什麼你叫根吉拉?什麼意思? 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喔! 久不知哪一天開始啊!我就跟哥吉拉掛鉤了喔! 他們每天都在問我你是不是超愛哥吉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這旁邊就有各種我們伊甸的人偶喔! 哎呦!紅葉解了個成就欸!哈哈哈! 然後旁邊這裡還有兩個是我們中心點商店可以獲得的玩偶! 欸!是說這個哥吉拉真的蓋的還不錯欸! 小小的一個啊!但是非常的有感覺喔! 他背上還有用這個紫水箱來去做他的背脊! 好!那我們就來看下一間吧! 下一間的話應該是這邊嗎? 唉唷!這邊沒有門是不是! 好像是到另一邊才能進去喔! 那我們先來看看旁邊這一間吧! 這一間的話是一個... 喔!這個是留言板! 各位!當然是要來留言下達是吧! 來來來!我們把這個告示牌給他放上去啊! 沒錯!這必須要啊! 來來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然後染個色發個光! 唉!水啦! 來啊!我們來看看下一間吧! 這一間的話呢是... 喔!這個是淘氣商店是不是! 這裡啊!就是這個版本啊!新增了各種淘冠喔! 唉唷!這裡還有一個我的這個... 猴王地圖欸!哈哈哈! 超讚超讚! 然後這邊呢還有另一個門可以這樣通到另一邊喔! 就是通到湖這邊! 好!那我們來看看下一間! 下一間的話應該是這個喔! 這一間的話是一個...喔!像甜品店的感覺! 啊!這邊還有一個...像好美談! 哈哈哈! 欸!因為我們都在說啊!片頭真的是超級盤的! 瘋狂亂花錢啊! 片頭!片頭!這樣不好!這樣不好! 存點錢啊!哈哈哈!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碗碗的地圖會 還有之前阿洛他們蓋的地圖會喔! 這個如果沒記錯的話是之前阿洛還有洪月 在看那個地圖會可以蓋多快的時候用的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聖誕樹欸! 喔!這個好讚喔!好想帶個回家喔! 然後旁邊這邊的話就是我們剛才看到黃色的房子可以進來的入口 這裡的話是...喔!可以放肉! 醃製肉品的地方嗎? 片頭吃不到的A5高級盒牛!哈哈哈!笑死! 然後旁邊這邊還有一個汪汪的這個猴子地圖會喔! 這個梗其實是之前阿!片頭說他沒有吃過盒牛! 然後我每天都在問他你是不是超想吃盒牛! 然後我們只要有去吃肉啊!去吃盒牛啊!都會拍給他看! 欸!不過前陣子片頭已經來台灣吃過了啦! 欸!所以他已經吃過盒牛了! 欸!對吧!那一定有盒牛吧! 其實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點喔!哈哈哈! 前陣子阿!其實我們一定有聚餐! 但因為人真的是太多了!所以我們做的距離有點遠喔! 我其實不知道其他人吃什麼啦! 希望片頭有如願吃到他的和牛!好不好!哈哈哈! 然後再來這邊就是靠近湖面的這一塊喔!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一間吧! 這一間的話有點像是一個...製作布料的地方嗎? 做衣服的喔!然後這邊有很多這個樣品啊! 這個的話應該就是紡織機的感覺喔! 然後旁邊這邊就是放材料喔! 啊!這個就有點像那種製圖桌喔!上面應該會有刻度啊! 然後讓你可以比較方便去裁剪這個布料! 哇!這個真的是內裝蓋得非常的有心欸! 喔!我還注意到了!這個應該是裁風機! 哈哈哈!超讚超讚! 然後再來是我們湖面的這邊喔! 唉唷!巴巴雕像!哈哈哈! 欸!我最近覺得這個眼睛這樣做超可愛欸! 之後我們應該也要來嘗試一下 用這個隱形展示框做點東西了! 這裡外面就有一些露天的座位可以做! 然後上面有放了一些頭顱! 這裡應該也是從中心點商店可以換到的! 那我們剛才是逛過了這兩間嘛! 其實這裡還有一間是廁所喔! 那廁所的話會有兩間喔! 這一邊是南廁! 這個的話應該是小邊樓的感覺喔! 這還有一個故障欸!哈哈哈! 然後裡面就是做事的馬桶喔! 是說旁邊這邊還有這個! 欸!汪汪用過的衛生紙! 哈哈哈! 喔!母湯母湯母湯!趕快跑趕快跑! 啊!另一邊是女色! 啊!女色我就不去啦! 嘿嘿嘿!不然到時候影片底下有一大陣在留言喔! 唉唷!這邊還有一個妮亞斯的玩偶欸! 欸!妮亞斯剛好過來! 嘿!你看這個! 嘿!哈哈哈! 球竿嗎!不需有錢!不能早睡! 陪我打遊戲就好! 打到我想睡為止! 這個的話是因為之前啊! 他有上過新聞喔! 妮亞斯有一次去西門町娜舉了一個牌子 就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如果大家稍微去Google一下 應該可以找到那篇新聞喔! 那我們再來看看旁邊這一間啊! 這一間的話是粉紅色的喔! 那這一間的店員是菱角喔! 是說我是不是聽到什麼奇怪的聲音啊! 對欸!哈哈哈! 對吧!我沒有聽錯吧! 下面有雨在啪啪啪喔! 阿這個還是不能上去了! 各位還記得之前那個奇怪的小房間嗎? 雖然說有些人應該不知道那小房間裡面有些什麼 反正這間房間的故事我大概也知道了! 我大概也知道是什麼房間了! 我們就不細說啦! 哈哈哈! 然後再來是下一間喔! 這一間的話是... 有點像餐廳的感覺嗎? 喔!這裡還有我們伊甸LOGO的地圖會喔! 然後這邊的話是杜杜的猴子地圖會 這邊是吧台的座位 然後這邊也是可以走上去的 不過也是封起來的 欸!是說旁邊是不是有一隻 欸!真的有一隻掠奪者耶! 哈哈哈! 太可愛了吧! 他還帶這個巡路角! 哇!這裡真的是非常多的小彩絲啊! 小彩蛋喔!應該會漏掉很多小彩蛋喔! 到時候如果有漏掉什麼的話 大家可以在影片下留言跟我說喔! 我相信應該也會有很多人的影片會有這些東西啊! 那在旁邊這邊呢是綠色的房子喔! 前面有一個彎彎的蘑菇羽模型啊! 就是他之前蓋的那個核彈爆炸喔! 這個是有點像雜物店嗎? 外面這裡還有一個展示的架子喔! 可以從外面的玻璃看到這些衣服 可能有點像雜物間吧! 然後旁邊有很多這樣子的小裝飾 應該是雜貨商之類的或者倉庫吧! 再來旁邊這一間的是紫色的喔! 入口在這邊! 那這一間的話好像也是一個餐廳的感覺喔! 這邊是霸台座位啊!然後這邊都是四人座! 哇!上面的燈這樣子做的其實還蠻好看的欸! 有點像燈籠的感覺喔!日式的那種風格! 然後這邊應該是櫃台喔! 收藝台的地方! 那二樓一樣也是上不去! 這天花板感覺也是很棒喔! 哇!這些建築方式都可以把它學起來! 之後說不定可以用到! 然後再來旁邊這一間呢是... 喔!等一下! 這裡還有一個...小區塊! 這裡應該是堆放雜物的地方! 喔!嗨! 哈哈哈! 欸!我們又見面了! 嗨!嗨! 那旁邊這一間是有點粉紅色的! 這個的話...喔! 這裡有獎品兌換商人喔! 這裡的話我們可以用薑餅人還有這個什麼 壞小孩的煤炭來去換一些道具! 喔!這個就是剛才那個聖誕樹! 欸!這個我得換啊! 然後這邊這個的話是那個聖誕圈喔! 然後還有迷路的鹿角! 以及聖誕帽! 可是為什麼也是棕色的? 喔!這個是可以染色的啦! 然後底下這個是聖誕老人喔! 那旁邊這一隻呢!這個是黑心搓獎商人! 喔!這個是聖誕轉蛋是不是! 好!等一下我們...欸!不用等一下! 我們的中介箱應該就有了吧! 欸!等一下!我們旁邊就有! 來來來!我們直接拿我們借符合裡面的這個綠寶石方塊啊! 喔!對!這個是可以的沙子! 所以我們應該還會需要用到刷子! 沒關係!刷子我也有! 我們的中介箱裡面齁! 什麼工具都有啦!不用怕!不用怕! 來來來!我們在這邊立馬開刷! 喔!這個就可以刷出這個薑餅人啦! 嗚!薑餅人!好吃的薑餅人! 收集一定數量可以兌換獎勵! 哈哈!而且也是可以用到四個欸! 那看來這個應該就是可以轉出這些東西的喔! 唉唷!我按錯鍵了! 照理來說應該就是可以刷出薑餅人啦! 或者是刷出一個煤炭喔! 喔!有了有了!這個就是煤炭啦! 那等我們刷夠數量啊! 就可以把它換成我們這些道具喔! 好啦!那我們之後再來慢慢刷這些東西! 然後來兌換一下吧! 那旁邊這邊這一間是黃色的喔! 欸!旁邊這裡又有堆放雜物的地方! 結果我覺得這樣子蓋也還蠻好看的欸! OK!這些東西都摔起來! 哈哈哈哈! 這一間的話是有點像一個圖書館的感覺喔! 圖書室喔!欸! 這裡面該不會有一些什麼有趣的東西吧! 來喔來!我們來看一下! 欸!只是一般的書! 我太失望了! 我以為會有一些有趣的東西喔! 真的每個都是書嗎? 真的嗎?太可惜了! 好啦!那我們應該大部分的房子都已經逛過了吧! 喔!這邊還有這個欸! 逛街累了嗎?躺下吧!你的睡眠醫生罐! 這個的話是之前罐罐在影片裡面做的事情喔! 他到了每個人的家裡面參觀喔! 然後每個人家裡面都有放一張床! 其實我們家也有啊! 不過他是放在我們倉庫那邊! 然後我們也很久沒回去了! 那我們就先稍微躺一下然後起來吧! 我怕夜沒生喔! 因為我覺得晚上逛這個聖誕村應該也感覺不錯喔! 比較有那個氛圍在啊!對不對! 喔!這邊還有一個他的頭顱欸! 小阿蛇!聖誕樹那邊的禮物盒好像怪怪的! 喔!所以樹那邊也有什麼有趣的東西是吧! 來喔!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什麼禮物盒怪怪的嗎? 他該不會是說這個怪怪的吧! 這個的確是怪怪的沒錯啦! 我們來看一下喔!裡面有東西嗎? 好像都沒有東西的樣子喔! 喔!難道是在說這邊的這一顆嗎? 來來來我們這邊直接走過去喔! 反正這個湖面都解冰了是可以直接走的! 我們來看看這邊的話是按鈕嗎? 喔!真的按鈕有東西啊! 欸!各位!按鈕真的有東西啊! 哈哈! 有個秘密通道喔! 來來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我們踩在這個上面然後這樣子按這個! 喔!水啦!秘密通道! 喔!這邊!這裡面是關著我們的殭屍欸! 這些殭屍都帶著我們的頭顱阿! 這跟尼亞斯做的事情很像阿! 這應該也是一個小彩蛋喔! 因為這個聖誕村阿!其實大家仔細看的話就會發現 很多都會跟我們每個人做的事情有關喔! 像剛剛我們看到尼亞斯舉牌子阿! 然後像是冠冠之間影片裡面做的事情! 反正很多事情都跟我們伊甸的成員有關喔! 喔!這邊的話是一個有點像科技實驗室的感覺喔! 然後這邊的話是我們的伺服組KK還有肉醬! 伺服器很多事情都是這兩位幫我們處理的喔! 這有點像他們在這邊打扣的阿! 然後在營運整個伊甸的感覺喔! 然後旁邊這邊阿!有很多實驗的機台! 喔!這邊還有一隻紅色小人喔! 哇!這個機台的感覺也很棒耶! 海靈核心這樣子做喔!感覺很讚耶! 哇!這些科技感的東西也都可以把它學起來! 然後上面這邊是用玄武員阿!來去做管線的樣子喔! 哇!這個氛圍真的是非常讚喔! 然後這邊這裡有一個轉彎! 來我們轉進來看一下喔! 喔!不滅公主! 這個好像是某一部動漫的梗吧! 他們上面還有弄了一個血條的感覺耶! 很像BOSS房喔!超酷的耶! 來來來來!我們來去這邊看看! 這邊的話是什麼! 這邊有個上升的氣泡柱! 這應該是出口的樣子喔! 來來來!我們看一下出口在哪邊喔! 這邊上來這裡可以點一下這個按鈕! 彈上去! 喔!我們走到一個小巷子裡面了! 喔!這邊就是剛才廁所旁邊耶! 好酷喔! 哇!這個真的是超級讚的耶! 然後最後我們還有這個賽道沒有看嘛!對不對! 等一下!這個箱子為什麼是開的! 是有人在這邊嗎? 欸!沒有啊! 這裡面的話! 唉唷!就是各種顏色的船啊! 來來來!我們拿個一艘來玩喔! 那這個半信勾應該是可以觸發這個煙火 就代表我們到終點的感覺 所以應該是從這邊開始吧! 來來來來!我們直接衝啊! 勒勾勒勾勾! 唉唷!其實我之前就很想要蓋賽兵船的賽道喔! 可是我們一直都沒有找到機會來蓋這個東西! 唉唷!唉唷!唉唷! 這個轉彎不好控制耶! 衝啊!衝啊!衝啊! 唉唷!這邊是一個加速帶的感覺嗎? 唉唷!其實有些地方會有那個加速帶喔! 會有藍兵喔! 藍兵應該會比較快一點! 喔喔喔!轉彎轉彎轉彎! 這個轉彎也太難了吧! 來來!甩尾過去!甩尾過去! 有機會嗎? 哇!這個超難控制耶! 哇!這個感覺找一大堆的藍丸應該會非常的有趣喔! 唉唷!撞到了!撞到了! 來來來來!到終點了! 啊!撞到了! 哇!這個也太難控制了吧! 唉唷!衝衝衝衝! 啊!到終點了!到終點了! 哇!這個到時候找一大堆的玩一定非常的有趣! 唉唷!然後我有注意到耶! 這個聖誕球的底下還有一個門耶! 這裡底下還有標示啊! 這個是1.09的聖誕村模型! 來來來!我們打開來看一下裡面是什麼! 喔! 唉唷!這個裡面就是之前我們的地下室嘛!對不對! 之前我們的聖誕村啊! 底下也有這樣子的一個空間啦! 大家還記得嗎? 然後這邊往上的話是... 喔!可以進到這個聖誕球的內部啊! 哇!這個真的是超級讚耶! 這已經是去年的事情了! 哇!時間過真快!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們這一次的聖誕村參觀啊!各位! 唉唷!我現在還注意到耶!旁邊還有一隻雪人! 哈哈哈! 唉唷!必須說啊!這個聖誕村我們也是逛了蠻久的喔! 哈哈哈! 真的是非常感謝天使啊!幫我們蓋了一個這麼精美的聖誕村喔! 而且裡面有很多小細節啊! 是只有看過我們伊甸影片的人才會知道的! 這個完全就是屬於我們伊甸成員的聖誕村啊! 哇!已經到聖誕節了也就代表今年快要結束啦!各位! 不知不覺也快要跨年了! 唉唷!大家要老一歲了喔! 今年沒有達成的目標啊!明年就再繼續努力吧! 那既然今天是聖誕節啊!我們就讓自己放假一天喔! 村民島的建設啊!我們就先休息一集吧! 那也祝大家今年聖誕節玩得開心啊!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 拿開訂閱我去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到我們的Facebook、IG、Twitter去按個讚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一起來聊天喔! 那我是埃尼哥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